打个滚顺着坡道往下滑 陕西省秦陵保护区的大猫熊 在雪中玩得不亦乐乎 但是领着风雪的民众可真笑不出来 豫北和豫中 此次降雪量在6到8毫米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局 发布今年第一个寒潮预警 全国有近八成国土 20号开始急速冷冻 零渡线下压广西广东 北方各地上演冷暖大逆转 气温最大降幅可达18度 预计内蒙古黑龙江一带 将面临摄氏零下40度的极寒考验 山西太原 旅梁等地 多条高速公路临时封闭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客运班车 今天全部停运 山西省著名的湖口瀑布 周边土地被大雪覆盖 广东 广西北部地区也将出现雨雪 低温天气预计持续将近一周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也呼吁民众做好防风保暖措施 带新闻礼遇方便意